省一些麻煩 不然的话你如果个别去算的话 你这边要变成去算三个event的几率 然后去把它加起来 那那个算的过程中间 当然你就要去注意到 它还有包括排列组合的问题 待会我们其实也会看到排列组合问题 所以你们如果自己去算单一的事件 个别的单一事件 因为至少一张嘛 那就是包括一一二三 三张 这三个event 那这三个event你的几率个别去算出来之后 再把它相加 得到结果跟你用complementary的概念去算 用相减去算出来是一模一样 但问题是你用个别三个event去算出来 那个算的过程中间 你还要去注意它的什么排列组合的概念 才能够把它明确的算出来 有兴趣自己去把它算一下 应该是一样 那接下来丢铜板也是一样 丢铜板五次 那反面至少一次 那反面至少一次的语补事件是什么 至少一次反面 所以它的语补事件就全部是正面嘛 所以它全部是正面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一的五次 因为它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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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 所以二分之一的五次就三十二分之一 那至少一次反面 就扣掉它的语补事件 所以一减三十二分之一得到就是三十二分之三十一 所以有这么高的次数 至少会得到一次反面 所以同理也是一样 得到正面也是同样概念 因为它只有两个嘛 正跟反 那另外这个例子是说 3%领带 3%是领结 那假设有四位客人去购买 那至少有一位购买领结的几率是多少 那所以这个如果也用 就下次你只要看到至少的概念 通常可以用就都是用complementary的概念去做它 那所以e是代表至少一位 这是我们要求的嘛 这个event至少一位 那ebar呢就是什么 没有人买领结 那没有人买领结 所以因为 所以p of e是多少 p of e是某一位啦 某一位它买买那个所谓的领结 那p of ebar就是没有买领结的 就是0.97嘛 同样的概念 那没有人买领结 因为你这边有四位 有四位 有四位的话 你直接把它三个这个 没有买领结的这些几率 然后把它盛起来 得到这个结果 那至少一位就是一样把它扣掉 所以得到结果是这样 11.5% 所以这个是利用这种complementary概念 我们就可以去 去节省一些时间的计算 这个观念题也自己回去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 这个counting的概念 你counting的概念就是跟你们高中数学 在学习排列组合的东西是一样的 基本的数数概念 我们这个反正在做counting 就是算它发生的这个 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形有几种 假设有n个事件 那有每一个事件都有不同的可能性 假设有k1个可能 k2个可能 一直到kn个可能 那整个事件按照顺序发生的可能性 有多少 那当然就是把每一个事件 它发生的机会 然后它的可能性把它相乘起来 累成起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按照顺序发生的可能性 概念就是一个什么 end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用乘的概念去乘它 所以k1乘上kn 就是你的所有的事件 它可能发生的次数 就像这个丢 丢铜板再丢骰子一样 丢铜板再丢骰子 反正铜板就是两个嘛 骰子就是六个嘛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先丢铜板 所以它有两种可能 丢骰子有六种可能 所以就2乘以16 就是12种可能 这个概念就是 类似这样 这很快 油漆假设有分颜色 有样式 有纹路 有用途 所以它有这四种类型的分类 那它每一种 挑选一种油漆 这种油漆的组合 总共有多少种 那基本上就是把颜色几种 1 2 3 4 5 6 7 7种 样式两种 就7乘以2 乘以纹路三种 乘以用途两种 这样的话就 它所有的组合 就7 2 3 2乘起来就84 所以会有84种 这种可能的油漆 那你再从里面去挑一个 类似这样的概念 血型 A B A B O 这个四种 这四种血型 那另外再搭配 R H plus plus跟R H minus 就是阳性跟阴性的 那最后还有性别 性别 那这样的话 血型的种类 类型组合有多少种 捐血的 所以四种血型 四种血型搭配两个 R H的这个因子 再搭配这个性别 所以4乘2乘4 通常就16种 这个也很简单 那如果这个是一个 某一年宾州铁路 这个应该很久以前了 它纪念车牌 那车牌上面 它要画四个阿拉伯数字 那四个阿拉伯数字 可以重复的情况之下 它有几种可能 车牌有几种可能 那当然是 四个的话填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是0到9 所以有10种 所以四个的话 就是第一种有 第一个位置10个 第二个位置10 它可以重复 10乘10乘10 所以四个10相乘 得到就是1万 所以1万就代表 有1万种可能 1万种可能 那1万种可能 后来在这边有一个说明 因为后来可能 因为这个是纪念车牌 所以1万个车牌不够 所以它后来又加了什么 英文字母 所以加了英文字母的话 可以多几个 它就变成5个 变成4个阿拉伯数字 搭配一个英文字母 这样多少个 把刚才的1万 再乘以多少 26嘛 所以就变成26万 就变成26万 大大的增加 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 我们的车牌号码 对不对 我们的车牌号码 是不是之前是说不够用 是不是 所以又一直在改一边 那个命车牌的 这个排列的顺序 所以你们现在车牌是几号 几个英文数字 几个阿拉伯数字 三个英文 四个阿拉伯数字 那这样总共几个组合 有没有很多 即便很多够不够用 因为我们现在车牌 如果假设你这台车报废之后 这个车牌好像就不用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好像是这样 所以才会可能不太够用 你有再多的组合 可能随着时间增加 它的那个累积的次数 累积的数量越多 可能到最后还是不够了 反正不够再说了 不够到时候再调整 阶层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阶层的话就是从1到乘到n 那会讲到阶层是待会排列组合就用到 0阶层是1 排列就是你们高中学过的 permutation 排列加按照顺序排列 按个物件 这叫排列嘛 那排列的话 permutation 就是说好像这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 5个地点它要来展电嘛 那这个 这些排列的顺序有多少种 它按照顺序 那当然很简单 这个 这个我很快讲过去 这个你们高中学过 因为5个地点可以选择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位置5个 然后接下来5个之后 选了之后是像4个嘛 然后接下来3个2个1个 所以5乘4乘3乘2乘1 这就是5阶层嘛 所以total就是有多少 有120种选择展电的方法 这个 OK很简单 但是它如果需要只排出前面3名 那当然我们就只要543而已 所以543就是60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排列的概念 如果你当然从头排到尾 从头排到尾 当然就是刚刚说的54321 这个就是5阶层 那如果要排到其中的前面3个的话 那就是543 那这种概念其实就是 permutation的概念 就是n个物件里面 只用到r个物件 那再去做排列的话 按照顺序排列 那是用pn取r pn取r 那pn取r它的公式就是n阶层 除以n-r阶层 对不对 这个是permutation的概念 排列的概念 pn取r 那这里面 这里面 接下来的例子 有分别就是 看那个permutation的概念 6位来宾挑3个来宾来上节目 那出现的顺序很重要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考虑它出现的顺序 那这样的话有多少种方式来挑来宾 所以6个来宾挑3个嘛 所以p6取3 按照顺序去排 所以6阶层除以6减3阶层 就算出来就120种 就有120种顺序来上节目 音乐句 这个挑2出 那这个时候 一个是春季 一个是秋季 另外它有9出可以挑 只有几种 所以p92 p9取2 所以得到72种 这个很简单 那如果刚才是只有一个物件 那我们现在如果是有r种 有r1个物件到rp个物件 那我们怎么去做排列组合 就是n阶层除以r1阶层除以r2 一直到rp阶层 那这样的排列 那当然这个r1到rp加起来是要等于n 就是我把n个 n个这个物件把它拆成 是不是有p个物件 有p个物件 那每一个物件的出现次数 它相加起来会正好等于n 那这样它的 这种n个物件的排列组合 就是排列方式 就是n阶层除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像这样一个英文字母 statistics 这个英文字母可以排列出多少种组合 那这里面呢 你看s有3个 t有3个 i2个 a1个 c1个 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多少 总共加起来是10个英文字母 那10个英文字母 它有3个一样 3个一样 2个一样 1个 1个 那这样的话 它总共组合的字有多少 就10阶层除以3阶层 3阶层 2阶层 1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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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出来结果都是5万多个 所以这样有5万多种组合 所以这个是把它全部的数字都拿来用 全部数字拿来用 刚刚那是排列 permutation排列 所以排列是有顺序 那组合呢 combination combination就没有顺序了 就是它只要挑 挑一定量的数字出来就好了 这个叫combination 叫组合 那组合就是你们之前学过的CN取R CN取R 从N个物件挑R个物件的组合 CN取R 就是N阶层除以N-R阶层乘以R阶层 CN取R 那这个就没有顺序的概念 从4个物件挑两个组合 就C是取2 这个很简单 传单 有3种图 那有10张不同的图样 那跳出3张 所以就C10取3 10种不同图样跳出3张嘛 那它也没有一定的顺序 所以算出来结果就是120种 挑选委员 7个女性 5位男生 然后呢 要组成3女2男的委员会 那这样的组合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因为是这时候有分男生跟女生 所以男生要分别挑 女生要分别挑 那女生的话是要取3个嘛 那我有7位女生 所以就C7取3 对不对 7取3 那另外男生是5个取2个 就C5取2 所以各得到这个3个女的 跟2个男的 这样的一个各个事件的组合 那这两个事件最后要组合在一起 这两个事件是什么 是 是 是什么 是乘法规则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事件要同时发生嘛 这乘法规则把它撑起来 所以C7取3乘上C5取2 得到结果是它的total组合 这边有几个summarize的东西 包括基本的content的规则 就是把它直接相乘 那排列的规则1、2 一个是P 一个是这种方式 一个就是只有挑一个物件 一个是挑P一个物件 那它的这个排列组合的公式用的不太一样 那最后组合的公式是不用算 不挑它的这个顺序 这是CN取R 这个是课本的一个概念 这个大家自己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最后看这个几率跟数数 就是我们刚才的counting 当然跟我们的数 这个几率是有关系的 这个其实之前大概有看过 从扑克牌挑五张 得到四张A的几率 那这里面当然就会牵涉到一些counting的概念 因为我们要算它的样本空间是多少 然后分支它的event event的outcome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都必须要透过counting的方式去算 那扑克牌挑五张 它的总共样本空间有多少 就C52取5 因为你一次挑出来它没有按照顺序 所以它这是一个组合的概念 那组合的概念 所以它的总的样本空间就C52取5 但是它取到四张A的几率是多少 取到四张A的几率 因为你是挑五张那取四张 四张里面有A 那四张A的话当然就有一种方式嘛 所以C4取4 C4取4当然就是就是1嘛 对不对 那48 那剩下一张呢 因为这是挑五张啊 对不对 你挑了五张得到四张 得到四张A的几率是只有一个 它的outcome是只有一个嘛 那剩下 剩下的多少 因为四张被挑完了 52张扣掉四张 剩下48张 所以剩下那一张可以有48种选择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C4取4乘上48 这样就得到它的这个四张A 这个应该不是 得到四张A啦 因为它是五张啦 所以P of四张A 但其实因为它是抽五张 所以另外额外还要考虑那一张 另外那一张的几率 所以这边不是只有C4取4 如果你只是挑四张 如果你只是挑四张 得到四张A的几率 那这个就是C52取4 分支C4取4 所以那个分子就变成只有1而已啦 分子就有1 那这时候是挑五张得到四张A 所以你还要考虑到 另外那一张它的几率是多少 它的outcome有几种 有48种 所以要把它乘上去了 把它乘上去 好 这个可以看一下 24个电晶体 有4颗是有缺陷的 那我们随机卖出4颗 来求出下面的事件的几率 好 那这里面来看 24颗里面有4颗是有坏掉的 那另外20颗是好的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只是从24颗里面 不管好坏去挑4颗来卖 那要挑出来说 刚好有2颗是有坏掉的 那它的几率是多少 对不对 那基本上它的样本空间是多少 它要取4颗嘛 所以C24取4 所以它的分母都是C24取4 那你要挑两颗刚好有缺陷 那两颗有缺陷的话 4颗里面是有缺陷的 你去挑两颗 它的组合是多少 C4取2 那另外两颗就是没有缺陷的嘛 所以就是C20取2 20颗是没有缺陷的 20颗你们再挑两颗 20颗好的你们也挑两颗出来 这样组合起来才是刚好有两颗有缺陷的 对不对 所以两颗是什么 两颗是独立的 所以可以直接把它相乘 那相乘出来的结果就是分子 那这是分母 得到就是它 probability of刚好有两颗的缺陷的几率 所以这个几率是根据你的什么 根据你的counting的方式去算出来的结果 那接下来B是什么 全部都没有缺陷 全部都没有缺陷 那全部都没有缺陷的话 它的分母还是一样 那当然它的分子就是从20颗里面去挑4颗出来 那这样的组合的个数 分除以它的整个样本数 样本空间数 就得到是全部没有缺陷的几率 那另外C是全部都有缺陷 那全部有缺陷当然就挑出来 就有一种方式而已 所以它的分子就是1 那分母还是一样 24取4 那接下来最后是一个至少有一颗 那至少有一颗的概念 我们刚刚记得看到 你至少有一颗的complementary就是什么 至少有一颗就全部都没有缺陷 它的complementary就是全部没有缺陷 那全部没有缺陷就刚才我们这边看到的啦 全部没有缺陷这个啊 所以把这个东西跟1把1扣掉它就得到什么 至少有一颗有缺陷就这样 好这个好像都很迟关啦 没有什么 杂志 有6本什么这个杂志 8本什么什么newstime杂志等等 那两位客人各买一本 那每一种都被买走一本的几率 那所以 总共 就是 6本加8本 所以是14本 那14本两个各买一本 所以它总共的样本 总共它的total的样本 样本空间 大概就C14取2 那C14取2是它的整个分母 是它的样本空间 那它现在要求的event是 各买走一本 那各买走一本 那当然这个6本里面买一本 就是C6取1 有6种方法 8本买一本 是C8取1 那这两个是什么 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它可以相乘 就不能是6乘以8 那得到就是它的什么 这个买一本TV 跟买一本newstimes的 这个它的几率是多少 好 乐透 乐透的号码 每一个人挑选三个数字 然后数字可以重复 那如果 就说这个三个数字号码 是一样的啦 三个数字号码一样 那它的几率是多少 那 那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你就是 三个位数嘛 那每个位数就是0到9啊 所以是10个阿拉伯数字啊 所以它的总共样本空间就是 10乘10乘10 就是有一千种 那一千种里面 它要挑出这三个数字 都是一样的 几率是多少 那就是000112299 这个反正就是10个嘛 所以就是一千分之十 所以就是一百分之一 这也很简单 网球比赛里面去挑 八对夫妻要挑一男一女参加比赛 那正好能够挑出 一对夫妻的几率 那这里面当然一样啦 你有几种方式去挑到一男一女 就是你八个夫妻里面 就是八个男生八个女生啦 所以八个男生挑一个 就C8取1嘛 那女生挑一个也是7 8取1 所以它的样本空间就是8乘8 就是64 它总共空间 就是挑到一男一女啦 就是总共的组合有64种 但是这一男一女里面又是要夫妻的 那就只有8种嘛 因为它就是8对夫妻嘛 对不对 所以就64分之8 就8分之1 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counting的概念啦 好最后这个是一个数的 这个一样观念用回去自己看一下课本 它有一些解答 好了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第四章呢 第四章在看的这些东西 大概先从几率的概念 从古典啊经验啊主观 然后呢搭配什么样本空间的这些概念去算 算它的基本几率 那另外我们谈到加法是用互斥事件 所以用加法 那若不互斥的话有什么算法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这个独立跟相依的概念 那独立跟相依会搭配到条件几率的概念 那最后有些counting 有counting之后 也可以利用counting的这东西搭配几率 就可以去算出一些几率的这个 它的number是多少 好了所以这是我们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的部分 那我们下礼拜小考就是考 第一章到第四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 那我们原则上 可能应该是 应该是closebook 所以你们还是要花点时间去看 也会考你们一点观念 然后也会有一些计算 那当然计算就是用excel算 用excel算 所以我们之前有教过你们的一些excel的算法 你们要回去还是要练习一下 好 这是第四章 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 好 第五章就搭配我们第四章 因为第四章在谈几率嘛 第四章谈几率 那第五章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看一些特殊的几率 看 更累啊 因为我们好像每个礼拜都在跟你提醒你很累的感觉 每个礼拜约会都很累 下次不要约礼拜三 约会不要改个时间 我们刚才谈的几率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一个叫离散几率 而且它是一些几率的分配 那刚才的几率都只是某一个事件 某一个event 它的这个几率 我们去看它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几率是 它是会根据某一些条件来去做一些分配 所以它叫做几率分配 那而且我们谈的是离散 那当然所谓的离散对应的就是 我们之前有谈到变数有分两种嘛 一个是 不是两种 就是变数里面可以分为属性跟属量 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属性跟属量的变数嘛 就是一个是直性的 一个是量化的嘛 那属量的变数里面又分什么 分离散跟什么 连续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几率也是一样 几率它也可以分成是离散跟所谓的连续 那当然其实大同小异啦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它的 你把一件事情怎么去区分它 它可能是一段一段的去看它 还是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连续的概念 这个就也牵涉到 以前早期的 现在音乐 你知道你们在听的音乐都现在都叫数位化音乐 对不对 是不是你们现在听耳机也好 或电脑上面的音乐 那种音乐都叫数位化的音乐 那数位化的音乐它就是把声波 因为我们听到声音是不是会有声波 是不是不然你怎么会听到声音 那声波它是有一个波形 对不对 它那个波形原先如果你是用 就是说用 用那种 早期它是什么唱盘 用唱盘 那唱盘的东西 它是利用这个杆 一个针 去读那个唱盘的那个磕盘 然后根据那个磕盘的东西 它去把那个声音传播出来 那种声音 现在就很有名叫黑胶唱片 对不对 那现在当然比较厉害 不是比较厉害 比较有钱的人都在玩黑胶唱片 因为那个很贵的 因为黑胶唱片现在也很少 所以你同样去 那天我爸在成品书店看到 你如果去买一张黑胶唱片 大概现在大概要 有些比较绝版的 或者什么 都要卖到一两千块 那你买一张CD才多少钱 买一张CD才几百块嘛 一两百块 那CD或是那种音乐 就跟你传统的黑胶唱片 它所传播出来的声音 有的人为什么 他们所谓发烧 有去喜欢听那个黑胶唱片 因为黑胶唱片 它传出来的声波 是一个叫连续波 它的波形是比较是连续 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这种数位的这种 数位的这种音乐 它的波你听起来 你听起来也是连续的 但其实它是把它数位化 那所谓的数位化就是0101嘛 所以它会把它的那个波形 把它变成是 就类似我们的直方图一样 就是一格一格的这样去 去把它呈现出它的这个 它的波形 那所以它基本上是 波形跟波形之间会有一些间隔 它会有离散的概念 它会间隔 那但是我们耳朵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当你的间隔很小的时候 你大概听不出来 它跟这个波形之间有什么那个差 但是如果真的是耳朵很灵敏的人 他们也许它就听得出来了 尤其像我们这种 你们现在听大概比较听的是什么 MP3嘛 那MP3又经过压缩 它又把数位的音乐又经过压缩 它把原来的CD的 CD的一张CD 大概一般的容量是大概700多Mbps 700多Mbps里面大概放几首音乐 大概最多放10首吧 对不对 所以也许它的 是不是10首 或者更少 放到那么多啊 好啦 那不管放几首 它大概一张CD 大概如果是好一点的品质的CD 它大概一首音乐 可能你如果原始的档案抓下来 可能它都是五六十Mbps 至少五六十Mbps 那你们压缩的 现在压缩听到的一张 一首CD 一首歌曲 MP3大概是几Mbps 大概四五也算不错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从五六十Mbps 压到三四Mbps 它中间会损失掉很多那个什么 很多的那个空间 所以它要做一些压缩 当然除了压缩之外 它会把它的那个 因为它的压缩概念 就是把它的这个取样的频率 会放宽了 所以通常MP3 如果真的耳朵好一点 它会听出来那个感觉 跟我们真正 如果真的是黑胶唱片 听出来的那个连续波形 是又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差别 就是所谓的连续 跟离散的概念了 那当然最简单的还是离散 所以这个只是题外话 所以我们在谈几率分配 它可以是连续的波形 它也可以是离散的波形 其实它的概念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就要谈到 利用所谓的随机变数 来建构一个几率分配的概念 然后这些随机变数 这些东西的分配的平均数 变异数标准差等等 还有我们会谈比较多的是 一个binomial的一个分配 二项分配 好 先来看几率分配 几率分配我们现在谈的概念 叫做随机变数 这个名词很重要 因为那天 那天我们叶博宏老师 特别跟我提到说 他在上研究所课 竟然学生连什么随机变数 都不知道 那我就心就揪了一下 那学生都是上完这门课 再去上叶老师课 那显然代表之前 学生在上课都没有好仔细去听 什么叫随机变数 虽然已经讲了那么多次 但是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所以我特别跟你们讲 什么叫随机变数 变数就是变数嘛 什么变数的基本定义知不知道 你们从小学到大 开始有见到 看到有变数是什么时候 国中嘛 国中是不是开始接触到变数的东西 那什么叫变数 变数就是不知道的东西就把它叫变数嘛 那只不过你把这个变数放在数学模型里面 然后你就透过一些数学解法去把这个变数的值解出来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变数就是不知道的东西就叫变数嘛 叫variable 那什么叫随机呢 那这边又加一个随机叫random 那random的概念就是 它是一种 所以随机变数它也是变数啦 但是它这个变数是怎么来的 这个变数里面的数值是会怎么出来的 它是透过一个叫做几率的概念 来决定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就像你今天把一个变数放在连历方程式里面 你是透过解连历方程式去求出这个变数的数字嘛 解连历方程式 虽然你们公述没学 但是你们高中有学过嘛 对不对 连历方程式里面有没有变数 有没有 连历方程式有没有变数啊 syz嘛 你们如果最多学到三阶的 一个 什么 就是有三个连历方程式 三个变数 那变数 那些变数是透过解连历方程式去求解嘛 那那个求解的过程是什么 你用卡 什么 克拉玛或者是用什么 用那个 克拉玛 克拉玛知道吗 还有一个就是利用那个叫什么 高斯消去法 高斯消去法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一些解法 那那个是所谓的连历方程式 那我现在这个随机变数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随机变数基本上也是变数 那它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它的这些最后解出来是透过一个什么 几率来决定它出现什么数字 就是这样概念 懂不懂 所以随机变数是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数字是由几率来决定它的 来几率来决定它 它要出现什么样的数字 这叫随机变数 知道吗 不要下次又被问了又不知道什么叫随机变数 心态在共共 考试都考过也都忘记都还 好 那随机变数我们会搭配一个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就是搭配这个 离散几率 离散的几率分配 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我们有没有学过distribution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学过分配 什么时候学的 我们这门课有没有学过分配 还没有 这门课还没结束我们就忘记了吗 distribution我们有没有学过 哪里学过 我们还没讲常态分配好不好 我们有没有学过分 我们不是给你一堆数字有没有 一堆数字你们去分群 分群以后你去找出它的什么 每一群里面它里面都有数字 然后不去画十方图吗 那个也是一种什么 那就是一个distribution啊 那就是一个分配啊 下礼拜就考你们这个啊 有没有学过我们那时候 不是练习一个是什么 课堂有一个例子是什么 美国总统就职年龄 你知道吗 回去都没看 那些数字 你去把它按照不同的category 就是把它按照一个什么 区段一个区间 然后去把它找出这个区间有多少数字 然后呢去把它列出来 列出来那个就是一个分配表嘛 那是一个频率分配表 那就是一个分配啊 那分配就是什么 分配就是一个distribution的概念啊 那我们只不过后来有搭配直方图 去把它画出来 还有或者是搭配什么 频率多边形 或者是搭配一个间形图 那当然间形图 是做它的累积频率啊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分配啊 那些数字的分布的概念 就是一个分配的概念嘛 懂不懂 所以我们有学过分配啊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些分配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叫做几率 几率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但它的分配 我们之前看到的分配 是它的频率的概念 有没有 但是那个是绝对频率 我们当初分 那个看的那个直方图 都是绝对频率的分配嘛 但是你可以把绝对频率 你改成相对频率 那就把它的绝对频率 去除以什么 除以它的总个数 就变成相对频率嘛 那相对频率 是不是就是一个几率的概念 我们刚刚说过 上一章还说过 几率有三种方法去看它嘛 其中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种就是经验嘛 经验公式 就经验 经验几率啦 那那个经验几率就是什么 就是透过观察嘛 那透过观察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频率的概念 所以相对频率也是一种几率 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几率分配里面 它是 它可以利用搭配随机变数 那这些随机变数 它有可能出现一些数字 因为变数 我们说过变数就是未知到的 不知道的东西嘛 但是这些不知道的东西 它是可以去决定它的某些数字 那这些变数它会出现的数字 还有这些数字对应的几率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随机变数它是由谁决定的 它是由几率来决定 它会出现什么数字嘛 随机变数是一个变数 它是由几率来决定 它出现什么数字 那所以在几率分配里面来说 就是我的随机变数里面 它可能出现什么数字 那这些对应的数字 它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它就会得到一个 一个distribution的概念 那至于我们怎么去决定 它的这个几率 这个基本上有可以透过理论 或透过经验 那透过理论当然 待会我们看到理论 就是用古典几率的理论 就像抽牌 抽扑克牌也好 或者抽这个 或是这个什么 Coin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Coin 硬币 透过硬币 这种正面反面的概念 这些都是用什么 利用古典几率理论 那或者是利用经验 那经验就是我们 我们之前学过的 利用观察的方式 去得到的这些 这些观察的数值 那这些数值去算 它的相对频率 得到就是它的一个几率 所以把这些随机变数 它所可能会出现的数字 还有这些数字对应的几率 去把它组合起来 的一个分配的结果 就是一个叫 离散的随机几率 离散的几率分配 离散的几率分配 所以我们之前做过的 那些概念 之前做过说 总统出现的这个什么 总统就职的年龄 对不对 那总统的就职年龄 我们不是把它画成不同的 几岁到几岁之间一个区间 对不对 然后几岁到几岁又一个区间 那每一个区间 它的什么 它的次数是多少 那个出现的次数 就是它的频率 那个频率就是类似 几率的概念嘛 然后它的 它下面的那一群数字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几率的数字 就是这样子啊 要不要再翻以前的东西来看一下 我们总统就职是哪一种 总统就职的 第三章还是第二章 叙述统计 我们这边其实就在频率分配啊 雷克 chapter就是分配 我们就用温度了 这个是之前我们也有看过的例子啊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几率分配的概念啊 而且是离散 就是它每一个这边有没有 就是一个范围嘛 所以这边这个范围就代表 它的类似随机变数的一个数值 那这个数值 它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它可能就是什么 三次或两次 类似这样的概念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数字上去 所以这边就是它的随机变数 横走就是随机变数啦 它可能出现的数值 那搭配这个数值 它所出现的几率是多少 频率是多少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就看过啦 所以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这个就是一个几率分配的概念 好啦 只不过当然我们现在更明确的是 要利用随机变数的说明 因为刚才的那个东西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随机变数 所以随机变数可能出现的数字 还有对应这个数字的几率 这样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distribution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离散的几率分配 那怎么去决定几率 当然刚刚说过理论或者是什么经验 像我们用丢骰子 那丢骰子的话 它的几率怎么决定 它就是利用什么古典激励的理论 去决定它的嘛 那它可能得到几种结果 随机变数 它得到的结果 outcome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的outcome就是它的出向 就类似是我们的什么随机变数 所以这里面它有出现 样本空间有出现 1 2 3 4 5 6 这6种outcome 这6种结果 那这个每一个outcome 它的出向的几率都是六分之一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的这个x的出向 那这个x就是样本 就是它的随机变数 这个随机变数 x就是随机变数 那这个随机变数就相对应就是什么 这个是它的outcome 它的outcome的每一个东西 那这个outcome因为它是什么 1 2 3 4 5 6 所以它是连续还是所谓的离散 1 2 3 4 5 6当然是离散嘛 它又不是1.1 1.2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x 就是它的随机变数1 随机变数1 随机变数2 随机变数3 随机变数6 那随机变数1 它所对应出来的几率是多少 就p of x 这个x就是p of 1 它得到几率是六分之一 那这六分之一怎么来的 就是用古典几率来的 就是假设它出现的 利用样本空间怎么去算出来的几率 那这样的结果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这样就是一个离散的几率分配 这样听懂吗 或者是用丢铜板 那丢铜板的话 丢三枚铜板 那丢三枚铜板 它有可能出现的outcome有几种 出现正面的啦 出现正面的outcome 有0个嘛 一个嘛 两个嘛 三个嘛 对不对 这outcome就是它的什么 随机变数啊 就是它的随机变数 那这个随机变数 那这个随机变数对应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是这个怎么来的 8分之1 8分之3 这怎么来的 这也是透过古典几率去算出来的嘛 就是你的样本空间分支 它的outcome的数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一个频率的概念 所以它的总共 total的丢三枚铜板 得到正面的这个所有的样本空间 是吧 是8 2的三次方嘛 对不对 2的三次方是8嘛 2乘2乘2 8 那出现0次正面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吗 就一次啊 出现一次的 出现一次正面的机会有多少 C3取1 是不是 然后出现两次呢 C3取2 所以都3嘛 所以8分之3 8分之3 那出现三次呢 C3取3嘛 就1嘛 所以8分之1 所以这个都是利用什么 古典几率的这个概念 然后搭配我们上一张的counting 数数的规则去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率分布 机率分配 所以它的随机变数X 可能是0 可能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所以你把它画成这个直方图的概念 这个0123就是它的什么 X 那它的重轴呢 就是它的机率 所以8分之1 8分之2 8分之3 画出来这个 这就是它的什么 机率分配 那而且它是不连续的 0123 0123是不连续的嘛 是Discrete 它的 它虽然是数量 但是它是什么 它是Discrete的变数嘛 数量的Discrete变数 所以得到就是一个 离散的几率分配 就是这样 不能懂啊 好 那另外 这个已经打完了 世界杯 这个美国的世界杯 其实就是他们 美国职棒联盟而已 那有什么美国联盟跟这个什么 世界联盟 那他们号称叫World League 这是全世界的世界杯 那当然这个都是什么 七战四胜嘛 七战四胜 那七战四胜它去统计 打出几次 打出几次才分出胜负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这个变数代表打了几场 才分出胜负 所以S可能最多就是 S最少至少有4嘛 然后最多到7嘛 所以中间就是4567 那这个S 这个就是一个离散的 有没有 这是一个离散的变数 那这个它去统计 所以这边是怎么来的 这是观察而来的嘛 这是透过历史资料 透过观察而来的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古典几率啦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经验几率嘛 对不对 所以8 7 9 16 那这样的话 总共它统计了40年的 这个世界大赛的经验 所以得到的一个分配 4 5 6 7 然后去把它处理它的什么 总次数 这个就类似我们之前谈到的 那个几率分配 之前的频率分配的概念是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透过经验 透过观察的数据 所得到的这个几率分配 得到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一个离散的 离散的几率分配 那你可以稍微去把它 把这个图画出来 4 5 6 7 然后它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看起来它有点比较偏达 这边是比较高一点 到其次到40% OK 所以这就是离散的几率分配 那几率分配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要件 包括就是说 你所有的事件 这些summation p of x 就是所有的这些随机变数 那我们说过随机变数 其实就类似也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outcome 那这些summation p of x 加起来应该是等于1 那当然本身的p of x 也会介于0跟1之间 这个跟之前的几率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有个例子来看 几率分配 哪一项不是几率分配 如果要符合我们刚才说的 summation p of x等于1 跟每一个p of x在0跟1之间 那这里面ABCD哪一个不是几率分配 A是不是 A代表它的随机变数有可能是5、8、11、14 然后它的p of x这样 这个加起来多少 1.2啦 1.2有没有超过1 所以这个不是几率分配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这是不是 这应该是啦 1.2.3.4.5 然后这个它的p of x 所以这个每一个几率都小于1 在0跟1之间 然后它的summation加起来是1 那这个呢 这应该也是啦 那这个呢 这个有一个negative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d就不是 所以这个很简单 可以看得出来 好所以这个也是你们 你可以参考一下 退选 为什么要退选 为什么要退选 这个是 也许是美国的某个大学的例子 可以自己回参考一下 谢谢 好啦我们下次再继续看平均数 变选 变捏数标准差怎么去算 好 小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